益善對柯文哲算是相當了解 就是他益善曾經講過 他認為柯文哲就彈性很大 你儘管說我參選是99.9999% 但是仍然保留了那一點點 可能跟人家搭配 可能跟人家合的那樣子的空間 而且另外我還看到一個 這個聯合報的主管 高陵雲他的幕後報導 他說前兩天不是在那個媽祖廟 在那個板橋的媽祖廟 其實幕後有一段 侯跟郭兩個人的互相角力 因為廟方要安排 第一個人去點那個起身炮 然後當然就是市長 就侯友宜 對 首長 結果郭台銘不高興 說為什麼是侯 為什麼不是我郭 然後廟方就 好吧 那你們兩個一起點 然後點完了之後 侯因為市長行程多 他就先離開了 那郭就留下 我陪你們一起車隊遊街這樣子 留了40分鐘 哇 那個媽祖廟就覺得 嗯 郭台銘真的是很有情有義喔 媽祖的客家 哇 這個當之無愧 所以侯跟郭之間兩個人的私底下 暗地裡較勁 然後反而會看起來不太可能合吧 然後可是大家又希望跟外面的客一起合 哇 好亂啊 易閃 對 那天媽祖廟就大家來談所謂的侯郭配 那為什麼不可能的原因是 你覺得郭董他做了一輩子的總裁 結果他會跟一個侯市長 只是新北市市長來合作做副手嗎 不太可能嘛 而且侯友宜那天洗郭台銘的臉 為什麼洗郭台銘的臉 那他等半個小時耶 因為說真的我們行程安排 大家都在市政府待過 都在公部門待過 都很清楚說誰有一個大頭來 你要不要提早趕快到 或者說你下面有誰要來 我會在車上先等一會兒 郭台銘是故意在那邊等 讓侯友宜在那邊 侯友宜是故意讓郭台銘在那邊等 因為郭台銘就已經下車了 如果你是幕僚的話會趕緊到 不會說拖了半個小時 所以為什麼要故意讓郭台銘等 等 就是我現在是正的 你是付的嘛 十字緊扣我還是正的嘛 但是郭台銘一定心裡越來越不爽嘛 所以他故意再留下來說 我跟媽祖的交情是比較好 所以兩個人互徵 所以第二套劇本就不太可能 所以一二三 我覺得這三套劇本 我覺得民進黨那個知情人士 有可能就是王世堅啦 因為王世堅的第一套 第二套第三套劇本 都會讓他避免於他高空彈跳也好 跳海也好 或者吞著曲棍球 因為他跟柯文哲在賭啊 他賭輸了以後 他就要去跳 老空彈跳了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99.999999 只剩下0.001 那個0.001 一就是只有兩種狀況 一國民黨不提名郭台銘 郭台銘想要獨立參選的時候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沒有可能跟郭台銘合作 這是唯一可能 是國民黨不提名郭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 當然是現在目前趨勢是挺紅嘛 那為什麼他營造說有這個0.001的可能性 他的目的不是要跟郭台銘合作 他的目的是要吸引郭台銘的支持者來挺我柯 所以他會營造那個0.001的那個可能性 除非郭台銘未來他真的要選 如果柯文哲變成他要讓給郭台銘的情況下 我也覺得不可能發生 因為郭台銘唯一條路就是剩下連署參選 說真的連署參選這條路 風塵浩大 也不會 2019年其實郭台銘就有曾經想要連署參選過 因為那時候跟柯文哲合作 民眾黨還沒有所謂的門票 柯文哲也不打算要參選 所以那時候民眾黨跟柯文哲就鼓勵郭台銘去連署參選 包含所謂的連署計劃跟連署的辦法 都已經送給郭台銘陣營了 所以郭台銘陣營現在有一套的是連署辦法 直接用就好了 對那個連署辦法說真的是我跟吳坤玉兩個人 定出來 因為只有宋楚瑜有連署的經驗 所以我還拜託吳坤玉把你的辦法借給我用 那我還改了一下給了郭台銘 所以這件事情是有可能發生的 如果到最後這樣的情況發生 就是四組候選人 因為柯文哲是不可能不參選的 他現在保留那0.001的可能性 是為了國民黨因為不可能提名郭 我要吸引郭粉的支持 未來民調上我才可以超越侯友營 難怪郭台銘陣營釋出的民調有細卡都啊 是 所以細卡都的未來可能性 如果郭台銘再這樣子他拉攏 磕粉 含粉 說國民黨所有人都站在我旁邊了 情況下結果你朱立倫還是輪選之人 根本不管所謂的民意的時候 不管國民黨的內部人士的黨議的時候 他就可能說我連署參選 他詬病國民黨不成他可以幹嘛 他直接把人買信出來 直接把人拉出來自立黨中央 自己獨立參選 把國民黨的人全部拉出來的時候 到時候四卡都的情況 也是有可能會發生 破冠破摔 玉石俱焚啊 大家一起 哈哈哈哈 大家一起選不上 剛剛其實一仔仔講到說 喔 郭台銘真的是這個 獨不久見全部都使出來了 絕招 你看喔 他最近 他這兩天跑去幹嘛 跑去金門 他說 我要發表我的這個和平宣言 如果當選總統 我主張要在 一中各表的原則基礎上 站穩中華民國的立場 和大陸重新展開談判 就是一個大談判時代的來臨了 如果你們選我郭台銘的話 這題我覺得有一點平行時空 你是外星人嗎 哈囉 一中各表的基礎上 跟對岸談 你還好嗎 有沒有發燒給他摸一下 這題誰要搶答 宇沙老師來搶答一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就直接規定的輕易處處 你要談 你要先過五關 斬六將 對 那個是 針對國民黨當初想要提出 所謂的兩岸和平協議 結果這個立法院有修法 就是說把跟對岸要 不論是政治談判 服貿談判 經貿談判 延續ECFA 要經歷過這麼多的程序 我簡單唸一下 行政院於協商開始90日之前 向立法院提出協議締結計劃 依法行政 接下來 即憲法重大政治衝擊評估報告 除了計劃 還有如果有對憲法造成挑戰的部分 你也要做評估 地劫計劃要全體立法委員4分之3出席 及出席委員4分之3之同意 然後才可以啟動這個協商 這個簽署協議的協商 簡單來講 超難的 它比修憲還難 對 它比修憲還難 所以說的郭台銘 你好爽的 這第一個 現階段法規 基本上可行進極低 1 你還沒有當選總統 第二個 你就算被國民黨提名 或是你跟柯文哲合作 你有辦法取得立法院絕大多數嗎 4分之3 4分之3跟4分之3 這難度剛才講過比修憲還高 這是法規面的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呢 郭台銘 你偷偷什麼 叫他撞到 對 為什麼 你之前才講8萬機器人對抗解放軍 你之前才講說要恢復警種 你之前才講說要離場去受軍訓 每年要打靶 那好像一副 物事敵制不來 正式無由於代之 結果呢 因為現階段我們講壓現階段 把出口轉內銷 跑去金門跟拉甲和平協議 朱立倫做不到的 你居然做得不到 其實更早是無斷意想做的 基本上啊 你居然做得到 其實是馬英九 馬英九那時候選總統的時候 說要簽兩岸和平協議 後來被大家罵到時候頭說 天啊 你也敢信啊 然後就是西藏也簽了啊 新疆也簽了啊 結果他們下場是怎樣 後來馬英九有陣營呢 就默默地收起來 假裝沒發生這件事 那最後啊 因為那個文山事情破我梗啊 就歷史來講 宇曹老師好歹是啊 中共扛死專家 向來就只有共產黨統戰欺騙 國民黨的份 現在郭台銘啊 在什麼 請記得哦 習近平在二十大政治報告說呢 不排除啊 以武力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手段 人家就告訴你要武統了 結果你現在跟他講說 我要跟他談和平 那我最後問郭統哦 在這種劣勢的狀況下 要談和平 你是要付出什麼代價 你要付出什麼承諾 或是你要動到什麼主權 所以啊 郭台銘現在講的話 聽聽就好 因為沒有可操作性 而且呢 最後一點 你還有身家財產啊 還有富士康啊 在衝破大陸 請問在這團結之下 你是要拿什麼條件 跟對手談判啊 我覺得他真的很像大老闆 就是我只要一句話出來 大家都世界圍著我轉 你們就給我乖乖聽 老公也是哦 我在一中各表的原則之下 你們就給我乖乖過來談判 我快笑死 我不會再講